美国总统拜登与前总统欧巴马 日前出席洛杉矶募款活动 短短一个晚上就募得3000万美元 约9.7亿新台币 但没想到影片一PO上网 高龄81岁的拜登 健康问题又被针对 让白宫发言人上皮烟生气的 就是亲共和党媒体转发的这段影片 只见热情欢呼声中 拜登站在舞台上一动也不动 旁边欧巴马似乎发现状况不对 先是轻轻拉了拉拜登袖子 又把手放在拜登背后 摆出一副哥良好的样子 缓缓下台 另外拜登在G7峰会期间 一次恍神脱队 以及缺席重要的晚宴 提早回饭店休息 也都成为川普阵营攻击目标 白宫澄清一切都是拍摄角度问题 拜登当时忙着对表演跳伞的北约军人比赞 才没注意到其他领袖动向 至于前阵子广为流传的六月节恍神影片 真相也没什么大不了 民事新闻最后期综科报道